剛剛下了兩個trade,有一個short,在六四落,就五二賣了 因為,看回這裡,五二在這裡,我看到它可以升,我就賣了,在六range bar 但我覺得long term 都應該是下跌的 那你這兩個,這兩個EMA就是一個挺好的guidline 就是讓你知道,啊,竟然升的時候下跌,就是那個market trend 那現在短線來說,market trend是升了,長線來說,我覺得它應該都是會向下跌 我在這個位置又下了一張,二、一、一、五的位置 那可能已經跳了 你看到它那條MA又轉了,那個price 又開始又轉了 那我覺得它會上升 在這個位置,二、一、三、九又下了一個long 希望在這個位置摺一摺它,為什麼它這個小是真的升的 剛剛摺不到,差一點點 那我不攪它了,它下來下來,不下來我就可以扔它了 如果現在這個小,我再入,我在這個位置入 二、一、一、五這個位置入 order pending 好,剛剛感覺到我,但是有一、一、四的位置 那希望它會在這個位置摺一摺 結果它真的摺一摺一摺 so far做了一個,兩個,三個trade,三個都是winingtrade 那踢了它的point呢,那就要看看 啊,踢了,那麼,四十個by made short tray 為什麼我在那裡,幾個point我踢了它 因為看不通的,這些位置 上面,有一個向下動力,是短時間的 你看到,如果我不放的話呢,已經就是去了這個108 就是說,那個程度就是,你永遠都是見 你不一定要去到指示才放 你可以在指示之前就放 千萬不要等著,你的感覺不好就走了 馬上走,不要有second thought 一個thought 你暫時看來的事都是一個上落的事 不是一個大升大士的事 可能是因為,明天的大選 那些人怕著,可能是meet romey的選手 那些事有機會定千點 那,同一時間,很多時候,這些人都會在那裡想 就這樣吧,我遲不遲貨 可能,我猜的 那,我覺得如果這些事,這些事不會動得太多 如果不動得太多,你每一個trade 應該是會設定一個短一點的target Trading stock都沒有調 每一個trade都有一個很clear,很近的target 我已經確認了,這個位置有點短一點的模式 有些向下橫行的模式 那,等一條快線,在這裡 上去,看到它的MA開始cross的時候 差不多可以準備做一個short 你見到這條MA,在這個 最慢的那條線,我所謂最慢 其實都是快的,如果你18 range part 其實都是快的 如果你看到日線,簡直是十分之一的速度 那,我覺得應該,如果它這裡有個轉彎的話 可以開始考慮去short 這個位置又下了一個賣的,下一個tide 那,我這裡,stop做得近一點點 它穿了這些位置,繼續下的話,就玩完了 那,我做一個很近的sort 而做一個很近的exit 102exit 那個... 那個... 嗯,看都沒有了,閉上去了 有幾點就閉上去了,如果沒有 我去看,你應該是3點 嗯... 我現在是3點了 嗯... 我現在是3點了 1點了 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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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點 2點 1點 2點 1點 3點 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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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點 這個可以拉闊一點 這個可以拉闊一點 錄一個位置入 好了,如果是入,我高一點位置入 它這裡的觸心也挺接近的 但問題它也是有個傾談近的 我想如果可以入,差不多是這些位置 九三這些位置 我再退一下,因為如果是這樣的情形 這裏可能會去到一、二個位置才進 可以再上 你看它的利益剩下 它的價錢只能力上去 市場 trend 還未認定是一個 down trend 都是一個橫行的 trend 市場 trend 只要它過了這條線 我這裡入位一定沒問題 所以我堅持在那裡入位 因為我很肯定它會上回這個位置 我再改日位 我再改高一點 因為你看看現在這個情形 它應該會上去蝦蝦的 千萬不要受緣 我一向做法 就算現在看到這條線是crush了 現在它有一點點跌勢 但如果之前你設定了位置 我覺得它也會上回 所以我一直都不會動它 不會改它 反而通常我走一走 我是不會了 照在那個位置等 最多是搬,搬低一點 搬去 這個位置 它未必一定是跌的 它升也不出奇的 對不對 你看到這個觸心 多粗 這裡看到這個觸心 隨時變 我會去這個2110 如果是 起碼去到這個位置 102 我先進 堅持 這條心 我說會上去 真的上成 哇,30點 這裡 不少的事情 我堅持回到這個211 去進 我反而接了一個call 接了一個long 一個short 停在這裡 下面我再放一个stop,放一个0050,我放一个44,这个很稳固的,应该不会跌下去这个位置。 你看到他有力推上去,暂时放弧一点点,去一个1-1,一对一,我去8-3,不是多? ätt主要胶盖。 OK,差不多到目的。 推高一点点点。 硬硬不会舵。 就這樣了 閉上去 1 2 3 再在這個位置下一個 sell order 剛剛有收拾了一點 收拾了幾點 這樣 碎了個trade 就有八、九點了 我夠膽在這個位置接到 order pending order filled 好 我給30點給他 上面都是30點 去到這個位置 order pending 上面都是30點 去到這個位置 不是那個系統 如果那個系統每一次都是對的 那你就發 對不對 所以不一定要 經常跟著系統 你覺得不對 你覺得這樣可以升 沒有所謂的 對不對 先 為什麼要這樣做 只不過是一個 慣性系統 就是 你的系統 如果是一次次可以 你跟著它就會發達 不可能的嘛 系統人士都會做些 不平衡的事情 嘛 那現在在看一件事情 我覺得它 為什麼覺得 覺得其實是經驗 會回到這個 2205 這個位置 去到這裡 一定去到這裡 我到現在都堅持 2110 今晚一定會出現 那你現在看到已經出現了 你現在看到已經出現了 那你怕就對回 一個人在這裡 包你不會輸了 太多了 賣錢都包了 3點 現在現貨已經去到 22000點的邊 差點6點 就會針對 那變了 為什麼我推翻那個字 始終有些心理關係 這兩個位置 它現在高上30多點 那變了我 再推翻上去 如果不然,我會適合這些紙舌的肺指甲 終於衝爆了我的紙舌 但也沒事,衝爆了紙舌也沒事 但我始終覺得它不會穿到220這個位置 我會在這裏做一個拜 如果它會下來的話 上去那裏,上去五五幾 我沽寒也對 你看看,剛剛是到位 不是開玩笑的了 是到的了,變成4.7 啦啦 Order Pending 啊,6